大S和中国老公汪小飞向来对两岸政治议题炮火猛烈,去年曾批总统蔡英文是汉奸,又在微博怒批台湾,受不了这种道貌岸然的地方,但她竟突然一改过去的辛娜发言,反夸台。 湾,太可爱了,透露因为发现台湾人都是,纳图拉尔海,让她很喜欢。 汪小飞2011年和大S结婚,婚后育有一女一子,成为台湾女婿后,事业重心也移到台。 湾,砸钱在台北开设S.奥泰尔,也常带住中国有人在台趴趴走,日前她担任上海剧组。 和地培,从上淫水产逛到永康街,有感而发表示,我没有把这里的爱挂在嘴上,而是都体现。 在了行动里,她今深夜又向台湾示好,表示,待了七年,今天突然觉得台湾太可爱了。 引来网友好奇询问,有大S可爱吗?她回应,因为他们都是纳图拉尔西格。 没太多想法,有网友则认为,其实因为人可爱,所以那个城市也可爱了,红彩亭。 综合报道,想知道更多,一定要看,小S话病号,面色惨白,拉屎拉到全身发冷虚脱。 看了这则新闻的人,也看了,下河西静看子夫陈伟因不顺眼,揪裸汤护看光,必难忘。 美带花藏长绵阳明山七年前已写好遗书汪小飞夸台湾,太可爱了,透露音为台湾人呐。 图拉尔海,翻射汪小飞,微博有话要说投稿,及时论坛。